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GG修宿方便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位于休斯镇唐城这边的一个泳池小别墅 这个房子是一个一层的 但是后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泳池 唐城整体来讲区域比较老一点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房子的房领也稍微有一点点旧 但是它的状况还是不错的 我比较喜欢一些状况比较好的二手房 这是非常值得投资购入的 这是一个主餐厅 然后往里走呢 右手边这边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是带窗户的 再往前走就是这个炉灶 但是这个房子的炉灶是一个电磁炉 而且上面没有抽油烟机 因为这个电磁炉是在这个厨房中间的 所以如果您做抽油烟机比较麻烦 抽油烟机的烟道需要通过楼这个隔板做上去 炉灶这个地方可能稍微有点不太适合中国人的炒菜习惯 但是如果您是买来投资出租的话问题不大 这边就是一个客厅的位置 客厅很规矩 每个房间都是规规整整的 什么样的房子显得空间感大 就是隔间少的房子会显空间感大 右手边走过来就是主卧的位置 主卧是地毯 然后再往里走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也完全翻新了 所以洗手间的吊吊是挺漂亮的 然后换的这个大理事台面 然后橱柜 但是按摩浴缸没有翻新 淋浴间变成了比较大的淋浴间 这些做的都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这边一进来呢就是衣帽间 衣帽间的旁边是马桶间 然后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房间看看 在客厅壁炉的后面的这个位置 是另外一个活动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它把客厅分成了两个部分 这样的话把活动空间 把客厅的活动空间分成了两个部分 可进可动 然后再往前走 有两个卧室 两个卧室的旁边是一个洗手间 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也翻新过了 我们看翻新最重要的就是看洗手间和厨房 然后呢我们就看看这两个卧室 你看这两个卧室就是地板的 就不是地毯的卧室了 这个地板的卧室比较好打理 而且卧室的面积比较大 因为这放的床是放的king的床 打开门出来就到了这个漂亮的小院子 这个房子的车库和房子是分离的 车库是在房子后面的 这个小泳池做了一个L型的 但是挺舒服的 真的能游得起来 然后旁边做了一个小板凳 做的很有情调 我很喜欢这种老房子 有的老房子做的这个小情调 是真的挺不错的 蛮讨喜的 并且这个房子价位也不是很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房子住起来很舒服 你看不用割草了是吧 后院一点草没有 全是樱花和泳池 当然了也有很多人不喜欢这样 比如说一打开门 好像就跳到水里去了的感觉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 看到这个栏杆 这个栏杆就是把院子围起来的 车库是在后面的 所以的dryway就非常长 这个门是可以进车库的 整体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 如果您对修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们 如果您想卖房或者是买房 都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大家的关注啦 下期再见 拜拜